我們邀請到淡江大學教授 陳一新 陳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陳教授剛剛我們提到 拜登的貿易代表 很有可能會提名這一位華裔 並且父母是臺灣出身的戴琪 戴教授 那麼這個貿易代表呢 其實是之前在眾議院 也是擔任要職 是顧問職 讓大家好奇的是 其實拜登在選舉之前 不斷強調要扭轉美國優先的趨勢 那如果戴琪掌握未來的貿易談判 會是以美國優先扭轉的趨勢 還是說會奉行多邊主義呢 教授 我想拜登是奉行多邊主義 所以說他還譴責過川普是單邊主義 所以戴琪雖然是在眾議院做過 最初委員會的首席顧問 那麼也做過美國貿易代表處 跟中國大陸談判的一個執行的主管 所以說他有豐富的經驗 那麼在他的消息披露之後呢 那麼美國的一位很重要的一個網站 Politico就說他在兩黨都受到歡迎 因為他跟兩黨立法國會議員都共識過 而且合作都很愉快 所以有人說呢 雖然他不見得每個人都欣賞他的立場 或者是觀點 但是都跟他合作愉快 這點是他很不簡單的 能夠在兩黨得到高度的共識 並且他將來必然會遵奉拜登總統 交付他的任務 他不會因為他來自臺灣 或者跟中國大陸也懂中文 跟中國大陸也有來往過 就有任何偏袒 因為他作為一個官員 他是沒有別的選擇 只有尊奉總統的指示和命令 好教授那還想請教的是 現在拜登的團隊似乎免不了 有中國大陸因素在內了 現在傳出其實交接剩下不到40天 就要入主白宮了 可是拜登的兒子杭特傳出 被他們的檢察官調查 跟中國大陸還有其他外國企業的金流 往來是否有洗錢的嫌疑 雖然拜登團隊說 對自己的兒子有信心 那麼航特也出面說明自己完全合法 您怎麼看最近這個檢察官的動作呢 我想檢察官的動作呢 可能是反對拜登做出這樣的動作 不過拜登的兒子當然也需要 有檢討之處 不能夠說他是總統的兒子 就可以享受特權 我想美國的司法 基本上我還是認為是中立的 而且是比較不偏不坦的 那麼這種情況下來看 拜登的兒子可能會陷入風暴 不過跟拜登總統應該沒有關係 兒子已經成年人了 即使他有很多的一些謠傳或者一些仇聞 但是畢竟不會影響到拜登 拜登已經確認是美國的總統當選人了 而且呢美國的一個總務署啊 這個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已經通知拜登準備交接 所以在這個情況呢 應該不會改變 那麼至於拜登的兒子將來怎麼發展呢 應該和司法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就讓司法的歸司吧 好 我們謝謝陳一新老師 加入這一節的全球第一線分析 謝謝您